2024年一个大景象 特别是二大三中全会出的文件 把这种景象直接推给了中国所有人面前 什么景象 原来是不知不觉在做 现在的所有文件都在努力主动推 就是只要你在中国生活 不是中国共产党体制内的人 只要你不是中共体制内的 管你中国外国人 只要不是体制内的中国生活 打工的也好 创业的炒股票的 干啥的 都有一只无形的手出现了 这个手把所有中国人向一个方向去推 推到什么 推到一个很狭窄的空间体系里去 对 驱赶力 只要不是体制内的 中国共产党都在通过各方面无形的时候 把大家驱赶到一个活不好 死不了的一个距离平坤线 极近的一个狭窄空间中 最近呢 俄罗斯的联邦通讯信息艺术 和大众传媒监管局发布了一个公告 俄罗斯的 俄罗斯已经开始 什么 开始实施并将全面封进YouTube 就是咱们现在看的YouTube 而外交部对此发言说 对YouTube采取封建措施 是有足够多的理由的 也就是说 现在俄罗斯的民众应该很快 就看不到YouTube里面的所有东西了 除非跟我们很多中国人一样 要翻墙出来 咱们都知道YouTube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媒体平台之一 受众人数全世界第二 那目前呢 对其进行封禁的整个地球上 对其封禁的明确的国家和地区 只有六个 中国大陆 朝鲜 伊朗 土库曼斯坦和一个叫什么 厄利特里亚 厄利特里亚 这厄利特加在哪我都不知道 六个 现在加第七个 俄罗斯要对YouTube全面封禁 那就大家就看我说的了 中国 俄罗斯 朝鲜 伊朗 世界邪恶联盟 哎 对 就这世界邪恶联盟轴心 开始干嘛 对于YouTube油管进行全面的封禁 为啥呢 因为这些国家都越来越不能承受自己的国民 可以通过YouTube这个频道 看到全世界自由和民主的信息 这种后果都不能承受了 就最后摄一个俄罗斯了 也疯了 而政府官方 因为人类文明向前走的脚步是没办法阻挡的 而世界邪恶联盟这些国家 本质上都是封建独裁体制 所以呢 他如果不控制 能让这些人自由接触整个世界 接触人类文明的步伐 那么管控国家难度越来越大 所以他就要全面的进行封锁 这个是现在我们能看到 但是呢 俄罗斯这么干也比中国好得多 因为中国人现在所处的困境 我们是跟俄罗斯人都远远不能相比 因为俄罗斯至少人现在才开始官方封禁 中国早就封禁了 你们如果在国内不翻墙 根本就看不出来 也就是俄罗斯人作为邪恶联盟中的一员 他能够享受的自由度也是远远超过中国 中国人能够差到什么份上 现在享受的自由度能够差到什么份上 最近呢也很有意思 中国有个地方电视台 还是个大的省级电视台 播放了一个新闻即时节目 这个里面暴露了一个中国人生存的一个现状 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的大秘密 这个节目肯定不是为了揭秘的 它是为了介绍中国各行各业 在中共伟大的领导下 这些老百姓生活的有多幸福 出了多少英雄 那么在这个节目里就介绍了一个 专门一期节目 专门有一期介绍了一个叫万数国的人 这个万数国出生在湖北荆州的高桥村 从小喜欢河边玩 喜欢游泳 所以像很多男孩子一样 对水特别着迷 所以长大以后呢 万数国就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职业的潜水员 从2014年5月5号开始 这是决定万数国说决定他自己人生走向的一个日子 因为在那一天5月5号 一艘轮船在珠江口沉没了 那么拥有丰富潜水经验的万数国就被调派到干嘛 参加了那一次生死攸关的救援行动中 然后在那次救援里面万数国和他的伙伴从长江里捞出了数百具尸体 就是这个船沉了的尸体 从那个以后 由于万数国在这次救援活动中的出色表现和他潜水的这个特长 就成为了一个什么活跃在长家边上的叫职业捞尸人 你们听过这个词吗 捞尸人 然后这个片子就介绍从2014年到2023年底 这十年期间万数国平均每一年都会从长江打捞出四百多具尸体 一个人捞这么多主要是功劳啊 不是很多人一块自己的为主导的 那么这个讲这个纪录片讲完了倒没啥感觉 但是讲完了后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这个长江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尸体 而且咱们都知道长江很长 上游中游下游 那万数国不可能从这个跑在 他只可能在长江中间的一小段去工作 那么这一小段工作平均万数国每一年要捞出四百多具尸体 那么长江一年整个长江会有多少具尸体 他最起码要上千具尸体吧 然后这个节目自己就就出问题了 我说这如果节目没有夸张 关键有一个提问就出来了 长江每年怎么会有这么多具尸体 莫不是这就是中国很多失踪人口最后的归宿吧 对呀 就这么一个人就这么一个景象 他怎么会有呢 当然这个节目中说被打捞出了大部分的尸体都已经完全腐烂了 没办法找到这些人的来源了 所以那么回来就说 为什么每年有这么多人失踪 应该是失踪的这么多东西 最后都变成了这些人了 那这些人如果器官消失了 或者血液消失或者什么东西 怕是应该没有任何人知道 而且因为全部都腐烂了 又不知道来源 所以也不会有人再对他进行尸检什么花钱 这些中国人的归宿 真的是很可怜的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是谁 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 但是现实中这些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这些人的很多亲人都有可能在寻找他们的过程中要花费一生的时间 我的问题出在哪我就说 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上次我也讲了 咱们那个 抱歉挠远了 那个殡仪馆那个事件 这次也说了 很多人就说这么多器官都从哪出来的 这么多东西从哪去处理的 那可能我们的长江和黄河作为母亲河 可能在中共统治之后 都承担了很多 他原本不该承担责任 这是浮上来被捞的 那至于沉下去 捞不出来的数 应该远远比这个数要多的多的多 这就是中国人活的一个现状 所以中共放了一个纪录片 莫名其妙的一个纪录片 讲了这么一个职业捞世人叫万数国 结果没想到就揭露了一个 可能很多人都困惑的一个秘密 当然这个秘密以外 我们现在人生活的现状也是一样的 最近中国国内疯传了一个网上一段视频 就是什么意思呢 在陕西汉中的一个街头 很多交警 怕只有十个左右穿着制服 拦截了一个没带头盔的电动车车主 强制罚管部说 要对他的电动车进行查扣 车主一直在那嚷嚷嚷嚷嚷 大致内容说自己要办急事 电动车唯一生存保障 就跟前一段时间给交警下跪的女孩子一样 没了他活不下去 但是交警不为所动 一定要拿到车罚款 对车主视频中就是推洒拉扯的各种行为 突然那车主就倒地抽搐 随后就昏迷了 救护车来的时候 医生随车一生诊断 适中已经死亡 到医院判定是突发心脏病 导致的身亡 事情发生以后 救护车把遗体官拉走 就来了一个白衣短裤的女子 抱着交警的腿 痛哭流涕不肯松手 据估计因为没有人去问 应该是涉事车主的家人 随后这名女子被到场的公安民警 因为来是交警 把公安民警强行带走不知所通 当地政府因为这个视频发酵了 传了很多人 所以当地政府在事情发生后 发把通告 说这个男子不是因为跟交警发生冲突 导致去世 这个人本身就患有心脏病 情绪激动导致心脏病发作 所以心脏病是去世的原因 不是跟交警冲突导致 我觉得政府 中共政府这种公告 真那么不如不公告 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杀了 公告一下不是行凶者的原因 是因为刀子太锋利了 刀子捅到受害者身上 捅死了 所以受害者被害了 跟捅刀子的人没关系 没有这么多交警的阻拦推散 没有这个那个能导致心脏病发作吗 什么叫做不是因为跟交警发生冲突 导致心脏病失去原因 这种话都没法说 对啊 这种话幸亏有这么多视频 大家能看见那么多交警 很多人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看见那个视频 推嗓拉嗓推推拉 那么多交警 对吧 人家一个人弱势民族 弱势群体 我觉得没有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爆发心脏病 好吧 这种情况在中国不是一个两个很普遍的去发生 还有最近8月7号 一名65岁将近70岁的老者 多天埋伏在河南洛河某法院的一个车库里 等着这个法院一个叫王某某的法官 一个30多岁的年轻的女法官 然后等到有一天这个法官啊 从自己车里下车 下车了以后啊 这个老人对王某某在背后实施了割喉 造成其当场死亡 哎 已经有写了啊 已经有写了 当场死亡 事情的起因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明确的报道 说这名老者因为前段时间在骑电动 电动车的时候被撞伤了 在医院的治疗费 仅仅是医院治疗费 花了一万八千块钱 还有其他的务工费啊 损失费等等啊 修车费 但是老者呢 就向医院只申请了撞他的人 赔偿其一万八千块钱治疗费 而且声明自己没有钱 不赔的话 医院欠的钱他支付不了 其他费用算了 那审理此案的法官 就是这个王某某 他认为这个事 双方各负一半责任 尽管老人反复声明 他判决 对方只赔给老人九千块钱 所以对于这名 已经知道的 叫一贫如洗的老者来说 他那九千块钱的医院债务 那就等于是 让他未来家破人亡压垮 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这个行为就出现了 事发后 老者马上喝农药自杀 不过万幸的是 因为送医及时 洗胃及时 老者被抢救了回来 其实我讲这个干嘛 就是上面心脏病的医生也好 这名老者也好 就是他们的生命中 其实都只剩了最后一根稻草 来支撑他们的生命 因为他们面临的生存环境 就是经济太绝集了 太拮据了 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大旗下 在那么多政府的官员无数的房子 每天山珍海味的情况下 这些中国人活的生命太拮据了 所以当逼迫他们越过生命拮据的那根底线了以后 那就是他们自己生命的终点 只是选择的方式不一样 有的人是自己去掉 有的人在自己去之前还要采取点措施 那么造成这些现象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很多很多不再念了 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个一定要讲个实例 就是不管这些人怎么发生的 包括现在很多什么开网约车的送外卖的等等 他们每天工作的时长在场 睡六个小时一天干18个小时 但是他们每个月的收入 还是被仅仅的限制在一个就够温饱的范畴内 而农村的农民的收入 种地的养各种经济植物 养什么鸡鸭鱼牛的 也是在不断的盘剥中 加上现在所谓的新农河之类的不断涨价 最后剩的钱也是所有的人越来越趋近于贫困线 所以大家可能没有发现 2024年一个大景象 特别是二大三中全会出的文件 把这种景象直接推给了中国所有人面前 什么景象 原来是不知不觉在做 现在的所有文件都在努力主动推 就是只要你在中国生活 不是中国共产党体制内的人 只要你不是中共体制内的 管你中国外国人 只要不是体制内的中国生活 打工的也好 创业的 炒股票的 干啥的 都有一只无形的手出现了 这个手把所有中国人向一个方向去推 推的结果就像合作修院士曾经说过的 什么东西 就是中国现在民营企业家只要有能力跑的 一定要出国跑 对吧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在关门歇业尽量外逃的过程中 因为是他们生命中的最佳选择 不选择也被这只手推推推 推到什么 推到一个很狭窄的空间体系里去 对 驱赶力 只要不是体制内的 中国共产党都在通过各方面无形的时候 把大家驱赶到一个活不好 死不了的一个距离平坤线极近的一个狭窄空间中 这次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公告 实施落地之后很多的实施细则 像什么明确说了 中国房产税的征收政策 征收标准征收行动 必须在2029年之前完成开始 所以你以为你现在很穷 仅有一个交贷款没还清的破房子 抱歉 2029年之前您还得交房产税 这是确认一定要收的 包括针对金融领域的各种政策 你们现在散户为什么跌 就是让你们跌 银行的存取款的限制 各种各样破产清算 你什么都没了 老赖条件 投资理财各种产品的设置 对农村的政策 不管是对农民 对资产 对各种领域的税收的政策 非税收的政策 包括我说的消费税要税收的 社保的方向 你们断了以后怎么补交 怎么那个促进消费的政策 以旧换新 包括现在新能源的政策 房地产 开放限价的政策等等 很多人都明白 当你把现在 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 根据公告出的这么多条款 和今年出的新颁布的法律法规 还有很多征求意见稿 全部都阅读完 你就清楚的看到一个事实 就是在所有中国人活的领域 中共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把整个国家除了体制 以内的以外的所有的人 资金上资源上 信息获得上 线上线下自由度等领域 全部都压在一个极其狭窄的 距离贫困线 很近的一个狭长区域 就像有人说 现在为什么中共在努力的推 网证跟网号 你们现在手机都实名制 但是网证网号 就是把中国人 所有在线上的自由度 进一步压缩到一个 狠窄的空间里 当然了 因为中共很傻逼 互联网现在终端设备 都是没有配备生物识别的 你上了网证网号 没多大用处 这个行为真正出现了以后 我个人估计像什么咸鱼 等等这种二手平台上 会有大量的隐晦的 出售自己网号和网证的人 因为这些东西最后获得 惩罚性的成本痕 而出售很低的成本 就能给自己换来一个生活的条件 这个不谈的有没有用 但是主观的方向上 中共就是把大家往这压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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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景象就像我前年就预估到的 跟大家也说过的 就是我们这个伟大领袖 傻逼习近平 可能是自己设计的 因为当这么多东西出来以后 你就发现了就是针对中国人维护独裁的 针对中国人新型的 我们可以叫他计划经济模式也好啊 或者是另类的军管体系也好啊 叫他什么都可以 但是大家都明白 就是把中国人利用公权力的手段 往这方面去锁 对不会给大家什么报复的机会 而且会逐渐削减现在所有人已经拥有的社会财富 已经拥有的 结果就让这个狭窄空间里面的社会最底层 未来连向上出头的机会都没有 大家想想2024年 如果跟以前比23222121 你一往前十年吧 就比最大的商业领域中 看到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以前永远有各种报复的机会 对吧 去年还有啊 什么直播带货 董雨辉啊 什么互联网 什么直播打赏 等等还有机会 2024年你现在再看一下 所有机会都没了 也就是很好的完成了 终于很好的中共完成了 把在体制 中共体制以外的所有人 未来跳出这个狭窄空间 能向上走 能获得财富 所有的机会几乎全 堵死了 如果你们大家还能举报 还有这样的机会 给我打在这个评论区 大家也都看看 大家也都看看 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是找不到了 就连现在 现在以前做的成功们 现在还谁还提 李嘉奇 维亚呀 谁还提 对吧 这全堵死 目的是什么 就是让体制外所有的中国人 基本的目标就是活着 也只能活着 而且为了活着 要给你们更多的事做 你们得拼命的付出努力 因为你不拼命的付出努力 可能在这个空间里 你连活着的可能性都没有 那未来的中国的财富归向呢 自由度归向的 幸福归向的 那叫什么 体制内 体制内的人将来 哎呀 什么叫高薪养年呀 啊等等 体制内的人 特别是中心的 特别是核心的人 中共会把很多财富 最后倾向于他们 而中国真正的有钱人 都在这些里面 谢谢大家 今天又花时间听我瞎嗶嗶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 然后呢 每天听我讲讲故事 瞎嗶嗶 大家咱们乖 一起 好好的快乐的过一段时间 谢谢大家 谢谢